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整波段已经大涨了三千一百点 来 把话说回来 张老师今天要问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导致朋友 涨了三千一百点 请全国投资人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请问你到底不探紧吗 涨了三千点 今天又创新高 到底有没有赚钱 这个才是重要的关键 你不要光看热闹 对不对 涨了三千一百点 台股又创新高 那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股票要赚钱只有一条路 锁定什么 主流 只有中压锁定主流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导致朋友 你不要以为大盘今天创新高 你从五月份以来 你乱买股票 可是套牢亏损得很严重 我可以告诉你 我讲的这个筹码结构的这一番的话 你在外面听不到 今天打开所有的节目 每个老师分析师都给你分析 都给你歌功颂德 又创新高啊 对不对 跟着他去赚 真的那么好赚吗 导播我们看一下K线 从五月份就好了 对对对 四月底 好 不要动 从四月底的时候 大盘的指数当时在一万一 一万一 导播再放大一点 对对 OK OK 当时一万一 今天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一点 换句话讲 从五月初以来 台股又涨了六百多点 但张老师还是很残酷的 请全国都这么说 面对现实 你有没有赚钱啊 还记得在五月初当时 全市场都在盲目地追什么 生计股 五月初啊 当时大盘在一万一啊 那当时我在东森的 这个时段的节目也好 甚至早上十一点 二十多分的盘中连线 五月初我整整花了 将近快一个礼拜 每天从筹码结构 跟大家剖析 不论是红康 不论是保龄球 这保龄富啊 对不对 那时候我每天跟你剖析 我说这个地方筹码已经出现爆量出货 从五月初已经再三再三再三的叮咛 全国东森的同学 生计股绝对不能再碰了 有没有 我已经告诉你的 赚钱主流 你一定要从筹码结构 只有从筹码结构 才能泄露天机 只有从筹码结构 你才能搞清楚 到底大户的动向 是在进货还是出货 对不对 如果大户还在进货 还在重压大买 当然未来的股价还会大涨 但是如果大户在出货 很抱歉 哪怕是涨停板 就像五月初生计股 全面涨停 你怎么买 今天怎么赔 对不对 我说当时是涨停 大户出货 有没有 五月初这张图卡 我相信 你不要说 你忘记了 五月初 当时已经跟大家讲了 台股已经涨了 两千五百点了 对不对 当时涨到这里 来到一万一 当时涨了两千五百点了 五月初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跟你讲了 涨了两千五百点了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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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当时 对不对 看到生计股大涨 你去追 所以当时我已经公开的 叮咛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你要十分谨慎了 没错吧 五月初的洪康 大家亲眼看一下 九字头 今天台股又创新高 今天台股又创新高 结果洪康呢 你告诉我 你赚钱吗 十张赔三十万 当时的保龄球 一百六十四块涨停 我特别警告你 四个字 爆量出货 今天还在一百二十二 十张赔四十万 盛洪当时五字头 今天三字头 甚至当时的南店 我在节目中 说载板 高档大量出货 杀了两只跌停 今天还在五字头 甚至两个礼拜前 这个市场又在吹嘘 这么几千斤 信华一千五 今天一千二 维影八八八 今天七百多 亚德克更夸张 前两个礼拜还六百 创新高 今天四百九 是不是 甚至像何瑞 上礼拜还七十多块 来看看今天何瑞 六十一块 广民也很夸张 三十八块 今天跳空跌顶 所以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叮咛大家 涨了两千五百点 五月初我警告你 到今天涨了三千一百点 我还是叮咛你 操作你要谨慎 你不要以为通通会涨 对不对 最近很多股票 已经莫名其妙 导播我们看一下 像今天何瑞亚的走势 何瑞亚今天走势 看到没有 从开盘一刹跌停 你怎么办 这个这个广民看一下 开盘 六一八八 导播广民看一下 今天走势图 开盘就跌停 更夸张 上礼拜 技嘉大涨 来看一下技嘉今天 二三是吧 二三七六 技嘉看一下 从开盘 你看一刹 大跌了将近七个percent 所以张老师 还是苦口婆心 现阶段赚钱 跟上张老师 四十年专业的脚步 重压锁定主流 主流是什么呢 我在五月初 跟大家报告 主流是什么 五G晶片联发科 主流是什么 五G光学 玉军光 来同学 看一下 五月初当时联发科 导播K线看一下 五月初的K线图 看到没有 五月初在三百多块 今天已经五百零五了 五月初很多同学来找我们 很简单 二三十档股票 凑一凑三四百万 我就讲你全部卖掉 通通重压联发科 当时很多同学 张老师 这个联发科已经三百多了 四百了 会涨吗 到今天五百 十张一百万 是不是 看一下玉军光 对不对 五月初多少 四百多 今天不好意思 快六百了 你五月初跟我随便买 对不对 十张今天是不是一百多万 五张是不是六十多万 对不对 一张就十几万了 所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还是跟大家讲 买主流 赶快来找张老师就对了 我四十年的筹码专业 我只带全国同学 全国投资人 我们买股票只有一种 就是主流 对不对 而且大户进货 好吧 所以五月初听我们的话 联发科还在三百多 恭喜你 今天已经五字头 五月初 玉军光四百多 今天恭喜你 已经快要六字头了 这都是你亲眼看到的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一个月来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同学买很多股票 不管你买什么 统统赔钱 因为不是真正的主流 这一个月来 你只有乖乖地 跟着我们买联发科 跟着我们买玉军光 你才能享受大破断的获利 好不好 所以我一再强调 买股票观念正确 只有主流 你不要买了二三十档 统统没有用 重压主流 享受大破断的获利 从三月份的联发科 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今年5G四传率 已经一再一再一再地交代 从两百多 甚至四月份 打回三百四 当时你看看外资多坏 四月二三号 你看看外资 调降联发科平等 降到三百 当天我特别 跟全国同学呼吁 不要怕 大户在进货 大户进货 你就跟着我做就对了 大户进货筹码 我讲过 只要大户进货 股价未来还会创新高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当时三百多 大户进货 三百七 四百一 甚至五月初 回跌三百九多块 告诉你 别怕 还是拉回 强多结构 权力做多 甚至两个礼拜前 利空 打回四百四 来 导播 我们K线看一下 两个礼拜前 稍微放大一点 稍微放大一点 K线放大一点 太小了 两个礼拜前 再放大一点 导播 OK 好 不要动 不要动 有没有看到 最前面 当时利空大跌 跌回四百四十块 我说 缺口 强多结构 还要涨 今天 已经五字头了 是不是 还会涨 告诉你 拉回 还会涨 为什么 大户 强多结构 不变 四九七 上个礼拜 今天 不好意思 五字头来了没有 一再叮咛你 从两百七 三百四 三百九 甚至上礼拜 四百四 还是多 今天已经 五字头了 好不好 那一路 跟你叮咛的 联发科 手机的营收 法说会双惊喜 华为去美化 联发科受惠 对不对 联发科 或华为大单 连三星都下单 给联发科 你说怎么办 那上礼拜 外资已经俩拱了 已经喊六百了 对不对 这两天 外资又俩拱了 已经喊天价了 四百多的时候 三百多的时候 外资恐吓你 下看三百 这两天 外资都俩拱了 那只有我们全国同学 对不对 一路走来 大波段的操作 好不好 不要客气 你也不要说 外资又俩拱了 又喊多少了 我们也不会兴奋 我们造的 我们的筹码结构 当然 联发科短线 碰到五百 当然是一个 关卡整数的压力 当然这里会 适度的做个 震荡整理 无可厚非 但是很肯定的 就是告诉你 目前 长多结构 大部筹码没有改变 所以未来 当然还会有高点 好不好 那联发科 大波段的操作 欢迎赶快跟上 我们专业的脚步 那除了联发科之外 今年我最最最最最最 看好的 我想全国同学都知道 就是我一路告诉你的 玉军光 一路告诉你的玉军光 从三月份 已经告诉你了 今年出货 闭着眼睛都知道 出货倍增 对不对 第一季的获利 还暴增 百倍一百倍 你说这样的股价 这样的公司 将来要飙到哪里 股价要涨到哪里 我只给大家一句话 你不要预设立场 好不好 因为玉军光 真的是磨剑十年 就等这一年 过去他的技术 一直被大力光压得打 对不对 从去年已经很抱歉 他已经跟大力光 一起分享 苹果后制镜头 换句话讲 过去大力光 你能做的 你能赚的 我玉军光 我也能做 也能赚的 那为什么你股价 好几千块 那为什么我就几百块 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玉军光今年 强多结构 不要预设立场 好不好 所以这一波 从破三百 大减黄金 甚至拉回四二八 甚至两个礼拜前 回跌四百五块附近 告诉你 强多结构 拉回还是多 还要涨 还特别叮咛你 前两个礼拜 是不是告诉你 什么时候会再过五百呢 结果话还没讲完 上个礼拜 马上五零三 五五三 还涨停 五八二 是不是 上个礼拜 答案就很简单了 什么时候看到六字头呢 导致朋友 今天呢 亲眼看一看 什么时候看到六字头 我想今天你可以回答我了吧 对不对 好好问问自己 何时 何时见六字头 好不好 那恭喜大家 一路从两百多 四百多 甚至五百多块 甚至上个礼拜 对不对 在五百一十多块 跟着我们加码操作的同学 十张也八十万 是不是 所以操作要真正赚钱 那上个礼拜 我随便点一档股票就好了 导致我们智邦看一下 上个礼拜智邦很热闹 来 二三四五 麻烦你告诉我 上个礼拜你去买智邦 你今天会赚钱吗 我看你很痛 是不是 所以张老师还是叮咛你 那上个礼拜 这个郁军光 打一下K线 上个礼拜 郁军光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郁军光 这是啥 郁军光 有没有 上礼拜是不是还在四百多 对不对 今天已经快六百了 所以你看 买错股票 真的 这个买对股票上天堂 买错股票套牢 现阶段操作真的要谨慎 那你们手中一大堆股票 赶快来找我 因为不是主流 它没有效 指数在涨 我告诉你 你的股票还是跌 还是套牢 好不好 所以郁军光要涨到哪 特别注意 好不好 那郁军光 我已经一再跟大家讲了 今年营收倍增 这个还不恐怖 最恐怖的是获利喷百倍 这个最恐怖 对不对 所以你好好问问自己 郁军光要涨到哪 我们波段操作 到今天 真的一张都不准卖 一张都不准卖 很多同学真的很可爱 张老师 郁军光 赚那么多了 怎么办 赚太多也害怕 不要怕 好不好 郁军光不要预设立场 什么时候 等大户 有出货的现象 我第一时间会通知你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不要恐慌 那再来 跟大家报告 错过联发科的 联发科第二 有没有 细制裁 对不对 已经跟你讲了 中国大陆 晶圆代工 台义电也被封杀 IC晶片也被封杀 现在只有能跟联发科拿到晶片 中国大陆要突破这个欧美的困境 只有往细制裁 那细制裁 我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现在全世界 安谋的架构 又不是被欧美掌控 那只有朝Risk架构 对不对 才能突破晶片 要自己突 对不对 本土化 那Risk的话呢 国内金星科 就是联发科转投资的 在细制裁里面 是属于Risk架构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 从80多块 110多块 是不是 上礼拜一三二 结果今天呢 一三六 再创波段的新高 好不好 那上礼拜 也跟大家报告 这次中国大陆 两会 也特别的 提起 这个未来大基金 要朝Risk这个架构 那当然Risk架构的话 金星科会得利 好不好 所以金星科 未来会涨到哪 希望大家都不要预设立场 好不好 那这一波 还没赚到钱呢 想操作 大波段的 像尤其裕军光 到底要涨到哪 想跟上同学 我们真的还是很诚恳的呼吁 赶快跟上 我们大波段操作的脚步 那其他很多股票 麻烦各位同学 真的要注意了 真的要注意了 现在很多股票 莫名其妙就跌停板 了不了解 这是筹码结构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方便多讲 好不好 所以手中 不管你现在有十几档 二十几档 套牢没赚钱 赶快来找张老师 我们都会用筹码结构 带你第一时间 去转进未来 还有大波段行情的主流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海来居 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我们先谈一下 台子期的操作 我们谈谈到台子期 今天是一二三百万炒盘法 这法人炒盘的关键基数 今天已经是大数据 AI城市的时代了 所以在操作台子期的同学 要由AI城市来计算法人筹码 有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 你只要SOP执行操作 这一波从三月中 8500AI城市带着你权力作多 预告有报复性的反弹 回撤缺口 结果一口气 狂涨了2500点 这一次5月25号 台股回跌300点 25号当天AI城市10692 再度预告 再度翻多 而且再度叮咛你台股 多头结构没有改变 不要乱放空 来5月25号一开盘 10692翻多 29号一早9点多 10829还再多 6月2号夜盘 下午夜盘3点半 11104 AI城市再翻多 6月3号11238还是多 今天一早AI城市9点多 11529还是多 真的很夸张 一口气全国同学亲眼见证 AI城市又帮你掌握到了将近千点的行情 千点的行情 当然到目前台股长多结构都没有改变 不要预设立场 现在有的人已经喊什么1万2 我觉得不需要 你就跟那AI城市 目前长多结构没有改变 股票的话 今天又创新高了 张老师还是关心你 你赚钱都没有 你不要搞到今天还在生计股 满手套牢 对不对 那就很 对不对 也很不应该 也很可惜 这一路我跟大家分享的 像联发科 从200多300多 天天告诉你 大户进货 还会涨 还会涨 甚至5月初 390多块 当时很多同学来找我们 资金赶快集中 重压联发科 对不对 10张300多万 你不要报到二三十档 一大堆 结果涨了半天都不动 那没有用 所以5月初来找我们的同学 对不对 你看看300多 今天联发科 各位同学500了 都让你看到500了 好不好 当然短线长多了 500这里会陷入短线的一个 筹码的整理 但是我还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长多结构目前没有改变 好不好 整理之后 后面当然还会有高点 可以期待 那现在外资已经都俩工了 都已经喊到多少了 大家参考参考 参考参考就算了 好不好 联发科会长到呢 谁真正能掌握到 联发科的波段行情 我想各位同学很清楚 想操作联发科 来找张老师就对了 那除了联发科 今年我最看好的 当然就是郁军光 不啰嗦 一千多档里面 就是郁军光 No.1 没有第二家 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对不对 今年基本面真的太强了 所以从破300 甚至拉回420 459 一再一再叮咛你 拉回全力做多 真的全力做多 你不要预设立场 好不好 503 553 582 今天呢 全国同学 你亲眼看到 从300多 400多 张老师天天叮咛你 今天已经快要多少 六字头了 对不对 那神连上个礼拜 来参加我们的同学 在510多块 10张今天 你看看多少钱 10张就将近七八十万了 对不对 那各位同学 也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所报的股票 你的portfolio 你的投资组合 台股创新高 有没有能够让你赚钱 如果没有 答案很简单 你报错股票了 对不对 你这个报错主流了 那也不要气馁 时间都还来得及 行情还没有涨完 后面还会有行情 所以郁军光 我一再交代你 这一波绝对是大波段的行情 还没赚到钱的 真的务必务必 好不好 务必赶快来找张老师 郁军光 这一波已经再三叮咛大家 大波段的行情 不是大波段行情 我不会叫你一路重压的 好不好 所以还没赚到钱 手上套套的 赶快来找我们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